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可以欣赏作家们的各色作品的乌托邦路 也是作家散步路的出发地 韩国战争时期和家人一起逃难到冀州的李仲谢画家 留下了以美丽的西规谱为背景的珠基之作 来到位于公园山坡的李仲谢美术馆 可以看到在画家的遗物 调色板和烟盒的银箔纸上 描绘的银纸画和珍贵原作 将在李仲谢公园见到的第一副作品 35号作品《李仲谢的梦想》 表现了画家边观赏西规谱的前海画着画 边思念暂时分居的孩子们的情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仲谢的梦想